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口傳媒Playful Media 我是爆炸桃 今天帶大家來到朗熊坡 就是看未來11月18日開始的EVA展 由11月18日至2021年1月1日 在朗河坊四樓通天廣場舉行Tamashi Figurefast 2020 今次是全港首個大型新世紀福音戰士展覽 首次展出高2.4米超強人氣EVA機體初號機 亦重現初號機衝破絕對領域一刻的半身頭像 當然不少得EVA不可或缺的武器朗基盧斯槍 場內放有不同大小的EVA Figure給大家觀賞 就好像早前一推出即刻斷視的Metal Build 新世紀福音戰士EVA初號機和二號機 為了滿足各位Figure的愛好者 朗河坊設立期間限定店 發售一系列的新品和限量商品 除了EVA的Figure之外 還有最搶手的Metal Build 自由高達和紅迷高達 而另外兩個主題分別是近期熱到爆的鬼滅之刃 和海賊王和之刮系列的Figure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喜歡草Figure的你不妨來這裡看看 紅塵展覽還有鬼滅之刃 接近動漫設定的1比1日輪都首度在香港曝光 作為鬼滅之刃的粉絲 一定要買一把來收藏 除此之外鬼殺隊中處的角色 全套Figure Art Mini 亦都長線和一眾粉絲見面 大部分的角色都還未公開發售 在這裡提提大家 凡在會場購買任何Figure Art Mini系列的鬼滅之刃產品 立刻可以免費獲陣特製鬼殺隊 九處燙金屏風一張 手快有手萬無 看完四樓的通天廣場 不要忘記要上七樓 在七樓有One Piece和之國編系列的展覽 以文化中和之國編為設計概念 讓大家可以自信日式小巷 欣賞一系列香港率先曝光的和之國編造型Figure Art Zero Figure 大家在看Figure的同時 不妨抬高頭望一望 場內掛滿不同One Piece人物的雨傘 還有一些日式燈籠 來到最後 在期間限定店飯購滿 指定金額還會有東西送 長程參與場內指示版 讚好專頁及完成指定文卷都有東西送 不過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們好傳媒的頻道 還要按下小鈴鐺 最重要是分享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iz